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介绍跟看病有关的机器人 那么或者叫诊断或者叫诊疗机器人 那么实际上它是这种一种更加先进的诊疗设备 它比如说通过各种更先进的这个传感器 让对你这个病灶看得更仔细 内容更丰富 原来可能是比如以前很多的时候它的图像是平面的 现在可以通过很复杂的那个扫描可以通到立体的 那么然后呢这个设备呢 它更自动化便于这个大夫或者这个诊的人员去操作 而且呢它的体量体积会小减少 对病人的这个一些操作时候产生一个这个痛苦 而且呢进一步呢 你可以通过咱们网络实验这个远程医疗 你病人可能移动困难 从新疆到北京很难 这过程很又花钱又花精力又花时间 那么你可以直接呢把仪器设备送过去 大夫不用过去 在北京就可以把你这个病人给看病了 那么这样的话提高就诊速度 将来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挽救生命的这个概率 那比如这个意大利纳布诺斯大学才05年 他提出了一个这个AIDA 它的本质上是一个对这个头痛的原因进行确定的一种机器人 因为虽然大家都说头痛 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头痛这个原因或者种类有很多很多种 那么如何管准确快速的判断出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痛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那么通过咱们机器人把原有的很多大夫或者说原有的这个经验 接近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专家系统 那么就可以帮助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患者尽快的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疾病 那么可以制定出最合理的治疗方案 让这个让这个治疗这个效率和可靠性大大的提高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所谓病理学机器人 那么这个02年这个美国西雅图呢 这个实验室呢 他自动的处理这种病人的这个病原的这个病理切片 那这样的话呢 他给人工处理一个人效率要高 第二准确度也会得到提高 像这个呢下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机器人医生 这个机器人医生呢 本质上他是说把这个感知这个部分 比如像这个摄像头或者各种传感器 比如量血压的量心跳的量各种技能 他移动到病房去 但是医生本身呢不用亲自过去 他待在自己的办公室 那通过这个网络把这个数据实时传回来 就可以对这个病人的这个状况就能够一个很及时的 充分的了解 那么甚至还可以跟这个病人交互 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提高了这个诊断的这个效率 比如典型的咱们看这个 这也是爱卓博的公司 咱们上一出课咱们简单介绍了爱卓博公司的发展 那么除了他比较著名的军事机器人 以及扫地机器人之外 他也开始研发这种诊疗机器人 他这个呢是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 把这个机器人放到一个可应的底盘上 那么或者是护士带着这个机器人或者机器人自己来到这个病房 那么此时呢 既有这个屏幕 让这个病人可以看到这个大夫 同时呢 他有摄像头 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让这个医生呢 可以实时的跟病人的 对病人这个生理状况进行监测 以及可以询问 就跟你这个医生 跟你当面跟你做一样 那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实现远程的这个诊疗 我们看这个视频的展示 please take a deep breath and change your lungs actually sound pretty clear so that's a good sign and of course we'll get a banner for a little bit so that's a good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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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人把你捆在这个床上 眼睛蒙住 用鼻子湿下一根管去看你的东西 那你又难受又又可怕 又害怕 那现在呢 一种方式 我通过这个 微小型的 胶囊型的机器人 他 像吃一个药丸一样 你吞下去 可以进行消化道这个检查 那么 他呢 其实就受咱们这种 一种昆虫或者是一种动物的启发 他可以自己在肠道中爬行 然后呢 你可以带上微小的这个摄像机 或者其他的一些设备 到这个 你医生指定的这个位置 去把 当时的 这个 你的肠啊 或者胃啊 具体的这个情况 传到给大夫 那这样的话 大夫 到了你得到什么病 就一清二楚 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看一个 这样的新闻视频 据介绍 在此之前 金山科技有限公司 就已经研发出一款胶囊内镜 成为全球少数几家 掌握其核心技术的公司 作为胶囊内镜的升级产品 胶囊机器人的问世 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它解决了传统胶囊内镜 在人体内的运动方向和速度 无法接受外部控制的技术难题 他的运动可以受医生的控制 医生一面看到这个图像 一边还可以进行他的运动控制 那么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部位 可以对病灶进行仔细的观察 据了解 胶囊机器人 及多项通信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予以提 他不仅在患者的胃肠道内 可以实施拍照观察 还能释放药物 甚至完成微型手术 在临床诊断和治疗领域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昨天与胶囊机器人一起推出的 还有金山科技研发的PH胶囊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 仅具有监测时间更长 价格更低的优势 预计上市之后 仅国内市场需求 就可达20多亿元 当然了 这个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 有很多技术还不是完全成熟 我相信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 各种各样的更先进的 治疗设备 或者治疗机器人 会开发出来 念头 那这个 我做一个 感谢观看